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皮包女 今天我受包皮男的要求跟大家讲解在2021年做foodpanda车手的程序、工作模式和收入 因为早前包皮男友商在身,未回归地盘工作 因此他就有时间去做part time的foodpanda 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做熊猫车手的注意事项 例如什么是厅筒、分单、报奸和你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废话无多,第一件事就给大家看看最新做熊猫车手的收入 在5天之内,包皮男的总工作时间是15时零16分钟 他当时的收入总共有1677元 也就是平均每一小时有110元的收入 当中你会发现每天的收入都会有少少灵头 那是因为每单的收入都会以距离作为调整 餐厅和外送的距离较远,就会有多少少少少钱 一间的上班时间通常都是两至三个小时 而每个小时平均的单数是两单 每单的收入就会有50元 如果遇到孖单的话收入就会更多 不过通常翻三个小时才会遇到一张孖单 这间越来越多人做外卖车手 而在新的一年,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你要做以下的步骤 首先你可以去官网填写基本的个人资料 接着上传排组,身份证等的其他资料 等待招募组用电话联络回来 接着你可以安装定rollrunner 即是外卖员专用的pandaapps 另外亦加入他们的telegram group 看回youtube影片教学如何使用rollrunner这个apps 最后交回200元的登记费 包含两件panda的衣服和保温袋一个 和以往不同的是,因为疫情关系 新登记的外卖员是不需要上office上课 所以你一登记完和看了网上教学 就直接可以上班了 当你准备好上班前 你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就是报奸 首先你可以在rollrunnerapps 看到全港每日有的奸训 而这张图是在3月1日夜晚的时候 可以看到当时还有很多3月3日全日的奸训 所以奸训不是传说中真的那么难抢 就算是对于包皮兰这些初入门的rider 都会有很多的选择 而如果你想查指定地区的奸训 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filter 键 接着就可以选择你想去的地区 这个apps在filter地区的同时 会分开不同外卖员的奸训 所以记得在选择地区的时候 留意最后是否写着rider 另外选择奸训的时候 你会看到交换时段和选取时段 两个不同的名字 交换时段是一个曾经被人报过 但他又放出来的奸训 而选取时段是一些从未被人报过的奸训 选择的单位放出去 你就可以提出交换 当然如果你经常接完又放 弹出又弹入 甚至经常射煲的话 会影响到你的rider level 有机会越来越少间可以接到 之后就和大家说一下 如何可以开始上班 在rollrunner app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上班地区的地图 进入蓝色范围代表自动打卡 所以在你上班的时间前 进入蓝色范围内 他就会知道你准备上班 同时间 红点的位置 即是一些多餐厅订单的区域 越近红点就越容易派单给你 所以你可以在你开工前 去定蓝色范围内 但又近红点的地方等单 入了蓝色范围 app内就会显示你准备开工 看到dossi capital的时间是6点10分 包皮蓝提早了5分钟去到蓝色范围 而早到也有机会令你提早接到单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 你就可以坐等你的第一张外卖单 接着就可以开始你的外卖车手路途了 而通常为了可以接更多单 你恨不得你的战车可以变成一架火箭 火速去到送外卖的地点 想送得更快 赚得更多 第一步你要学会看单 接到单后 app会自动显示以下的资料给你看 第一步你要留意的是 餐厅名和地址 订单 number 这一张就叫43 不过留意 餐厅地址永远都只会显示英文 听过很多师兄反映 全英文的地址 经常会令车手搞得一头没水 幸好app可以连去你指定的电话导航app 如果你需要的话 直接按地址 导航行就可以了 接着的动作 就算你没做过 可能经常都会看到 就是当外卖车手去到餐厅的时候 就会跟餐厅职员说他今次的订单号码 接过了他的外卖之后 就要在他的app里按 以提取 然后就会显示到客户的资料 然后你就可以去送外卖 接着你要留意的是 顾客的名字和地址 顾客的remark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大厦的password 给你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看他的付款方式 究竟他是给了信用卡 还是要给现金 如果是需要你去收取现金的话 app里面就会写到明 如果没有写的话 就代表已经用了信用卡付款 那你就不用收现金了 如果你在接单上遇到困难 例如你真的不懂去餐厅 你也可以有转单的选择 不过一定要留意 经常性转单会被罚停赛 也就是说他短时间内 不会让你接单 停赛的次数越多 停的时间就越长 例如你停第一次是停5分钟 停第二次的话 就可能停10分钟以上 另外有时候有机会同一时间 你会接到两张相近的单 即是孖单的意思 到时的订单界面下面 会出现多一张单 留意新订单的餐厅和订单号便可以了 而见到Split Delivery 就代表这张单 有另一位外卖员跟你一起做 记得留意自己是Primary还是Secondary 因为如果你是Primary 而且这张是现金单 你就需要帮忙收钱 如果在你工作途中遇到任何困难 可以按右上角的10统制 尋找Foodpanda的CS帮忙 最后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未必懂的功能 就是查看收入记录 首先在Roadrunner App首页 按左上角Menu 然后点击间训 然后再按间训页 左上角的另一个Menu 然后再点击收入 之后在右上角 筛选查询的日期时段 然后你就会见到每日上班的收入总额 更加可以看到每日详细做了的一张单 每单收入多少 可能你会发现App内 右下角有一个钱包的物体 但其实这个钱包 是显示你差Foodpanda多少钱 钱包其实是显示送帝时收到的现金总额 因此它一是零 一是会是负数 根据Foodpanda官方建议 满2500元就要入钱给Foodpanda 否则就有机会停用你的户口 然后令你以后都截不到家了 所以他们都建议及早入钱给他们 以保持你的帐户Active 好 最后的最后 想分享一些做车手的心得给大家 始终大家需要银着车到处去 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安全地工作赚钱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选择慢慢去餐厅 然后走快两步去送餐 因为有时餐厅制作食物的时候 会有少少耐 所以你去餐厅的那一程 就不用令自己这么急 反而去送餐给客人就可以走快两步了 第二就是尽量在红点区范围停留 因为好像刚刚所说 红点区就是多餐厅订单的位置 根据包皮男个人经验 越近红点就会越容易接到单 因此如果你送完一个山卡拉的地方的外卖 就不要在山卡拉等单 你可以主动把车银回红点区 那就多些机会可以接到下一张单 第三就是等到有良好讯号 才好按以送帝这个键 有时你可能送完这张单 在等车铁下车铁的时候 已经急急地按以送帝 希望它可以快点派到下一单给你 但是就是因为你进了车铁 没有讯号 所以可能有机会它派了单给你 但是你没有收到 就以为你放了它飞机或者不接单 有机会会影响到你的level 以及直接影响到你究竟 什么时候才有下一张单 第四就是尽量不要转单和放飞机 跟上班的道理一样 如果你经常迟到射波的话 对雇主的印象都会不好 同样在Panda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rider level的机制 如果你经常性不出现 或者你不接单 它轻质就会暂时不派单给你 如果重质的话 真的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例如它可能会停了你的帐号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希望听完的你们都会对 2021年做外卖车手 遇到的问题或者情况有所了解 如果有兴趣去做的话 其实我们都觉得可以去做到 不是比想像中那么难去抢奸 或者那么难赚到钱 好 最后就祝大家 继续出入平安 轻轻松松地赚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